在南非的这所监狱当狱警 要随时做好为国捐躯的准备 因为囚犯的日常生活 就是吃饭睡觉捅狱警 这是一所被帮派统治的监狱 捅的人越多 在帮派的地位就越高 眼前这个大爷就是一名黑帮老大 曾经带着小弟连统27个狱警 本期我们跟着记者罗伊一起 去看看这所南非最危险的布兰福雷德监狱 开普平原区位于南非的开普顿郊区 是种族隔离时期的遗迹 贫穷与混乱是这里的主旋律 有超过十万名帮派分子活跃于此 平均每天制造八起凶杀案 就连警察都会遭遇谋杀 只能由军队驻扎管理 布兰福雷德监狱就是坐落于此 里面关押着全国最危险的帮派分子 形成了独特的监狱帮派文化 监狱内的帮派分为三大派系 分别是2627和28 统称为数字帮 可以说没有一些文化素养 还真取不出这么简洁易懂的名字 不过虽然帮派成员身上都文着数字 但实际上他们没有一点素质 入狱前 狱警就友善地提醒记者罗伊 进去后别害怕 但一定要听数字帮的话 在监狱里 数字帮的规矩就是规矩 狱警对此也无能为力 罗伊被分到了K3牢区 这里关押着最活跃的帮派分子 他和八个狱友一起共享这间鼻子的牢房 自来书的罗伊试图自我介绍 但狱友们却置若罔闻 他们说着罗伊听不懂的黑话 用手势进行交流 罗伊坠坠不安许久 终于等来了两个面容和善的狱友过来打劫 经过审讯搜身等一系列布置后 他们确定了罗伊是个一无所有的穷鬼 于是将其交给了两位老大 二人都是数字帮二巴西的骨干 敲起竹杠来就像是郭德纲和于谦 一唱一鹤之间就抢走了罗伊的心结 罗伊瞪着委屈的小眼神 却敢怒不敢言 因为他是白人 这些囚犯就想当然的认为他很有钱 还对他发出了死亡威胁 罗伊先生 你也不想因为一双鞋就丢掉命吧 罗伊只能可怜巴巴的解释道 我爸是黑人 我妈是白人 其实我是白皮黑心的自己人 这一番歪理似乎说服了狱友 罗伊分到了一张床 还有幸与几位人渣结识 虽然只是一间小小的牢房 却堪称群英会翠 眼前这位靓仔人称马返哥 属于二六系 被法官判了七个武器徒刑 还有这位则来自二七系 是一个无情的杀人机器 只要有人给钱 他就负责取人性命 很多囚犯在入狱前 可能在不同的帮派火拼 入狱后也加入了数字帮不同的派系 但只要身上文了数字 那就都是兄弟 咱们一起对抗监狱 像罗伊这种啥也不是的 被称为无帮者 非我帮派齐心必毅 他们只有三种选择 要么加入数字帮 要么花钱买平安 要么安心当牛马 如果有人试图抵抗 那就是死路一条 眼前这位白人眼睛男 也是一名无帮者 但却在监狱里身居高位 不受任何打扰 靠的就是超能力 面对着数字帮的打劫 他的应对方式粗暴又简单 一个字买 你要啥我买啥 一份不够买两份 只要能用钱解决 那就不是事 一穷二白的罗伊 就只能沦为洗衣仔 负责清洗内裤 和这些人均背负几条人命的 欲有相处 从心就是最好的选择 贴心吊胆了一整晚 第二天 罗伊迎来了难吃的早餐 面包配糊糊 色香味俱无 最安全级别最可不监狱 这里没有公共食堂 囚犯要轮流出去打饭 由预警进行搜身检查后 带回牢房享用 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稍有不慎 预警就会挨到 在和预友的交流中 罗伊得知 数字帮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 不同的数字 代表着不同的派系 肩膀上纹着星星杠杠 自类似于军衔 对于如何升级 预友表示 利益相关 无可奉告 但一位倒霉的预警现实说法 他告诉罗伊 袭警就是他们的 其中一种升级的方法 这名预警 与囚犯往日无怨 近日无仇 还好心地给囚犯递烤肉 但囚犯顺势就捅了他一刀 问他为什么 囚犯回答 就近原则 对于这些无缘无故 就抱起伤人的熊犯 监狱只能严加看管 他们每天都要待在牢房中 23.5个小时 等于只有半小时的运动时间 在球场上 罗伊结识了一位 名叫马赛利诺的球犯 人送外号 坟场 他是28系的六星上校 肩膀上的纹身 是鲜血注酒的军工章 犯下的罪行 弃注难输 谋杀 绑架 抢劫 无恶不作 光谋杀案就有24桩 入狱后生活单调乏味 除了看电视 也就是吃饭睡觉捅玉井 数字帮有一个非常奇葩的规定 当三大派系发生矛盾时 大家一致的解决方法是 只要你敢打我兄弟 我就敢捅玉井 面对着不知何时 就会到来的刀子 玉井都被捅麻了 一位玉井向罗伊 传授了他的工作心得 简单点 得过且过 别想太多 当然 玉井也不会坐以待毙 等着被人投 对于数字帮 监狱采取了分化政策 那些表现优异 没有参与暴力活动的囚犯 会被转到临近的终极监狱 这里破败却自由 大部分囚犯可以随意活动 看看电影 提提足球 监狱附近 还有一片六千公顷的大农场 囚犯甚至可以坐着卡车 外出拔萝卜 赚取的收益 用于养活附近的一片监狱区 当然 这里依旧有数字帮的成员 塞纳多来自26系 多年来在监狱进进出出 这回又因为抢劫被判了五年 不知道是不是把萝卜 拔出了幻觉 他声称自己不再是奴隶 而是上帝的儿子 发誓要重新做人 看着他这一身的纹身 罗伊小小的眼睛里 写满了信任 至于穷凶极恶的数字帮高层 则会在钢筋水泥牢房中 被单独关押 眼前这个老头 名叫乔治奥多玛 是28系的顶级大boss 遍布全身的纹身 就像是一本自传 记录了他在数字帮的上位之路 这老头从小就没什么素质 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就拿起冲锋枪 吐吐了九个人 犯下的罪行气处难说 入狱之后 在1994年 他更是带领小弟 捅了27个狱警 在封闭牢房里 关了几十年 乔治声称 残酷只是过往 如今他满满的正能量 他和数字帮高层 至今还有联系 经常激励他们 向善从良 什么回头是岸 别走弯路之类的 看着他慈眉善目的模样 说的记者 差点就信了 虽然采取了诸多措施 但想要从根本上 解决数字帮 预警却不报任何希望 抓了一个两个都不管用 要知道 在开浦平原区 足足有十万的货备军 若不将这片贫穷的土壤铲除 罪恶只会源源不断地滋生 喜欢的话 一定要关注点赞 建设计和大家 一起看更大的世界 我们下期再见